目前IS微信更新是8037正式版 根据文件所述 这次更新仅修复了一些遗失问题 上面也并没有提到任何新功能 首先,更新后修复了识别二维码闪退问题 就用户识别这张二维码后 将会导致微信闪退 不仅是IS,安卓等设备都是如此 另外有一些网友反馈称 现在群聊中多了一个视频号入口 这个我们在群聊界面点击上面的三个点就能看到了 朋友圈置顶功能扩大测试范围 这个功能从我的界面进入朋友圈 然后选择一条你想置顶的动态 这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就能看到了 不过目前以上两个功能还在测试阶段 仅部分用户才有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是否有这些功能 另外最近有朋友和我说微信要收费了 其实这个微信并不是我们常用的微信 而是企业微信 目前已有许多企业收到通知 从5月19号起 企业微信改为收费制 每个企业超过2000位外部联系人后 将无法添加新客户 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其实算下来平均一个客户一年只要一毛 感觉好像也不贵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